你敢再講一次嗎 你在錄影 我當然不敢講 我沒有惡意 沒有錄影你敢講 不是啊 大家你看真的有變態 被罵變態 戴著眼鏡的男子 卻是一臉得意 笑得好開心 你知道你現在的行為是變態嗎 大家來看真的有變態 兩名男子在人來人往的 府中捷運站隨機搭訕 離譜的事竟然問說 我可以跟你發生性行為嗎 讓女子氣得當場大罵 並錄影PO網痛批 這根本不是撩妹 是性騷擾 這真的會滿生氣的 因為畢竟這樣子真的是 還滿不尊重女生的 對啊就是翻個白眼吧 然後就是趕快離開這樣 滿不恰當啦 就是其實應該可以女生 就是直接報警 然後把她抓去警察局 用各種甜言蜜語逗的 第一次見面的女生哈哈大笑 甚至還實質緊扣 是個人際關係網站 拍影片教撩妹數 宅男也可以脫單 舉辦撩妹講堂 有專業講師 親自指導 入會費不便宜 竟然要高達10萬元 但是卻是場場爆滿 幾乎都是20到30歲的 社會人士參加 好壞 你怎麼笑那麼可愛 還好啦問你 撩妹撩出煉金術 但是這回卻在府中 站踢了鐵板 人際關係網站急忙撇清 坦承左邊男子確實是講師 但是提出性關係要求的 只是講師的朋友 和他們沒有關係 不過卻也要求講師公開道歉 並暫停授課三個月 只是在街頭撩妹證明 魅力卻玩得太過火 變成性騷擾 小心還是會吃上官司 你知道你現在的行為是變態嗎 他現在還看見有變態 記者楊七號 凌晨方 新北市報導 請坐下 好 請坐下